做出來就是這樣,按Menu鍵 因為這個有擋到啦 那這邊可以用Toast 或者是用Learn Dialog 然後按Menu鍵可以結束掉 我大概做兩個功能 至於其他更多功能 你當然可以把它做一堆 按下去,它的好處就是 不管是手機或者平板 它反正按下去Menu 就是會都跳出來,而且跳出來的位置 以前2.X的版本 是在下面,可是4.X以後的版本 就變成在左下角 那你按下去就彈出來 OK大概是這樣子 它比較不受限於那個位置 但是它是有點隱藏式的功能 那當然後續 大家也有一些就是在那個 5.0以後的版本也有其他的 比如說像ActionBar等等 不過那個東西複雜度又更高了 相對的對於你們來說 我是覺得如果你將來要用 你可以先Menu OK之後,那它觀念有些部分 就還蠻類似的 可以把它沿用進來 那做法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大概是這樣 第一個我們就是 見需要的東西 那特別注意就是 在Eclipse版本它有一些圖形化的工具 可是在Android Studio 很抱歉沒有這個圖形化工具 怎麼辦呢 有參考的範本 OK不然你就自己把它Key上去吧 OK 那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它有圖形 這個圖形化鍵面的好處就是 自動幫你鍵 那你只用Add 它就自動加 大概就 所以你也可以怎麼樣 在Eclipse寫一寫 把它貼過來也可以啦 有的人習慣之後 那首先的話要怎麼去鍵 特別注意喔 我們需要先在我們的專案上面 鍵一個Menu的資料夾 在哪邊鍵 按右鍵 請注意一下New喔 這邊有個什麼 Android Resource Directory有沒有 你不要用Directory喔 是 因為它算是Resource 將來會存取到的東西 所以呢 請務必記得 一定要用這一個 千萬不要選錯了 Android Resource Directory 然後名稱的話叫Menu OK一定要叫Menu 其實好像如果你叫別的名稱 我是沒試過啦 理論上應該是不行 Menu 那Menu裡面的話呢 請你在 在Menu 它會幫你建一個Menu的一個資料夾 你再按New一下 New個File 那File的名稱呢 請你打上什麼 Men.xml xml xml的副檔名自己要加上去 OK 打上去之後的話 你把它打開來 裡面的話 就是放兩個東西啦 一個是ID叫做Menu About 就是裡面的title是關於 那主要的那個屬性最重要 就是一個ID 跟一個名稱 其實有點Key跟Value的關係 KeyValue OK 那當然未來如果說你要做成 所謂的多國語系的話 那一樣 就是這個名稱 尤其是後面的title 請你把它用 xstreet 裡面有一個street的名字 你把它對應到 這樣的話將來點進去 反正它英文版就跳英文的 中文版就跳中文的 一樣的意思 那一樣 開頭一定是Menu開頭 結束一定要是Menu 然後裡面的話就item開頭 然後後面有一個enjoy的ID 那這個enjoy的ID 開頭表示說呢 它會被你註冊到R裡面 那將來如果你要存取的話 有沒有 一樣用R.ID 去找到它什麼呢 找到這一個Menu About OK 所以我們將來要做什麼呢 我也不知道說到底它點哪一個嘛 對不對 所以呢你要做一個判斷 那判斷當然你可以用那個 switchCase去判斷之外 當然我習慣是用if-else 反正if-else if-else 下去就OK 其實switch跟if-else 我前面講過 兩種寫出來的結果 基本上是 我是覺得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所以我個人習慣用if-else 不過我發現還是蠻多人 喜歡用selectcase 反正這個是個人喜好為主 其實有時候就是喜好問題 有時候你說你一定要一定 我是覺得倒 我是比較open mind的人 我是覺得沒有關係 你習慣用什麼方法 最重要是殊途同歸嘛 對不對 結果對就好了嘛 你為什麼一定要一定有那麼一定嘛 而且你一定要看某一本 我有時候不是很喜歡的 你有固定的那種思維 因為固定思維有時候就是說 會僵化了 那你就固定只知道那個部分嘛 對不對 像我是喜歡就是說 很多種方式 我會去抉擇說哪一種方式 我比較喜歡 我比較習慣 我不是說我今天 那你習慣 我不會說你的方法不對 只有我方法對 OK 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了解我的意思 因為我是 因為我自己寫寫程式的歷程是 因為興趣而熱愛 寫程式本來不是我的工作 而是因為寫到興趣之後呢 就感覺好像應該做點什麼事情 那時候剛好是台灣景氣最好的時候 我不是要說呢 因為我本身不是本科系的 我非本科系 但是我發現我那時候丟履歷的時候 奇怪 那時候104剛起來 奇怪 莫名奇怪 每天都接電話 剛好我住在宿舍 宿舍是大家共用一個電話 我們那時候沒有手機 沒有很久以前 OK 就是只有一個公共電話 然後大家去接 接起來 可能有 比如說人家可能 有女朋友要打電話來 每次 我要找吳清輝 又是我 又是我 為什麼 因為104放上去之後 太多人叫我去面試了 那時候其實是 可能需求很大 有因緣機會就去 從事這方面工作了 OK 那其實好 這也是非常因緣際會的 我background其實非常的曲折 其實是可以寫成小說的 OK 這個可能你 好 那但是我覺得很多時候 就像中中文 最近很多人講說 其實好 現在的人才需求 不是只有專才 你很專的話 你會變成你會太封閉 你應該是 能夠跨領域的人才 就是說你不只是 只知道你自己的專業 你還要知道別人的專業 你還要知道別人在做什麼 那你把多個領域的東西 結合在一起 那個東西才是 目前大家需要的東西 也不是只是說 你今天你會你自己的東西 然後你就認為你自己是最重要的 那很本位主義 那這樣的話說真的 人家怎麼跟你搭配呢 對不對 那就會覺得有些地方 當然就會 人總是要open一點點 才可以包容很多東西進來 否則的話 如果你已經有一個思維在那邊 人家怎麼跟你溝通 OK 就像最近我去那個原培科大 他們找我去講一下有關那個 比如說Excel VBA 可能在大數據上面的應用 的實作可能性 那我當然很 我就OK啊 沒問題啊 我就想說去分享一下 就沒想到 現場就有一個 助理叫我說 還滿年輕的 他就跑來跟我講說 直接就直接跟我講說 我的東西什麼 學術方面的思維不足 我就跟他 我就想說 對對對 我這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可能您是這方面的專家 我今天只是針對我的專長上面去做採述 那我可能不小心touch到那邊的領域 不過我是可以接受啦 但是我會覺得說 他直接跟我講說 你這東西我全部都會了 我已經這方面run得非常熟了 我不知道怎麼接他 我想說 對對對 你是這方面專家 啊 接好棒棒 對 那我就 問了一下 那 那你是這方面專家 那今天應該是你來這邊嘛 對不對 那我可以離開了嘛 就是 那不是啦 我只是說每個人每個人的那個 就是說專精的領域嘛 那我至少我在VBA裡面 我也至少20年了吧 對不對 那20年 如果20年 我也不敢說我是專家啦 我只是敢說我來 稍微分享一點東西 對不對 那如果 最後 後面啦 反正 就也還是繼續啦 只是說我們是一個open的討論 只是說我會覺得說 欸 這個 學校裡面 怎麼會有這樣的一個情況發生 而且他還蠻年輕的 年紀其實還比我輕 可能剛畢業的一個博博士生吧 OK 不過底下就有一個比較年紀 資深的老師 就跟我講 不要理他 不要理他 對啊 滿有趣的 OK 所以到學校裡面 也許可以看到一種不同的領域的事 我是覺得可以開放一點啦 倒是沒有問題的 OK 因為我覺得 我是站在實際上面遇到的狀況 我能夠給的一些方案 而不是說我今天來這邊跟你是做學術研究的 我做學術研究當然要引進去一點 要去引用很多論文 很多人前面講過要整理的 但是我今天不是在跟你從事學術研究 而且喔 說真的 我博士畢業之後呢 我也不太喜歡做學術研究 因為真的做學術研究 還真的很痛苦 我後來發現畢業之後 我把那些東西暫時丟掉之後 整個人豁然開朗 因為我怎麼說都對了 那我先做 我先講 我不管對不對 因為沒有人敢challenge我 為什麼 因為我先接觸了 沒有人可能比我早一步 那我再走在前面嘛 那也有錯啦 當然也可以提出來 OK喔 好這奇怪的話講太多了 回過頭來喔 那這個地方的話就是說 第一個也是一樣 我們的M部分 所以MVC啦 一樣喔 我們把那個資料部分先確定 第二個的話就是 V的部分 因為它不需要去畫介面 所以V的部分 你可以不用去管它 那主要在C的部分 C的部分的話呢 特別注意就是說 這邊需要實作兩個方法 哪兩個方法呢 第一個就是uncreate 一樣是uncreate 這個顧名思義嘛 就是當uncreate的時候 怎麼樣 就是載入的時候呢 順便把option menu 給載進來 不過呢 後面會需要傳引述 告訴我menu喔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你必須要運用什麼 有一個叫做get menu in factor 這個方法 裡面有一個 這個應該是屬於一個什麼 這個public 這個是屬於一個 menu in factor 裡面的get menu in factor 方法 這個方法裡面的話 它應該已經 預先已經幫我們 預載了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用它的實作實體 去 就是引用它的infect的方法 就是把這個menu給畫出來 那這個menu在哪裡 基本上你會把infect裡面呢 它需要 根本要兩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說呢 你那個resource的位置在哪裡 那因為我們是放在r裡面的menu裡面的man 所以名稱記得是對應的關係 再來就是我們傳進來的menu給它 OK 然後呢就把這個menu呢 給載進 載進這個menu裡面 基本上應該是這樣的流程 好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 再return給super super是複成 就是複成 然後uncreate 把這個menu再給丟回去 所以基本上呢 這個menu 就可以被看到 OK 第一個就是有關那個menu的產生流程 大概是這樣子 那這個call 我印象中這個部分的實作不需要記 你可以在那個call裡面 它裡面有一個就是叫做override override意思就是說呢 你可以去複寫你的複成的那個menu 印象中你可以從那個怎麼 假設這個沒有出現的話 你可以從activity裡面 這個可以從這個call裡面呢 它可以自動幫你產生 去找到你那個複成裡面 可以有哪一些可以override 其中會有一個oncreate 這個 然後另外有一個當點選它 onoptionsmenu 被slate 的這個方法 那基本上當然我們可以藉由什麼if 假設那個id 所以它會傳進來告訴你說 user它點擊了哪一個item 那點擊了哪一個item 會傳進來 它會是一個int 這個int裡面你可以去比對一下 如果這個int 這個丟進來會是item的一個引述 那我們可以透過getitem的id 去取得它到底點了哪一個int的那個值 那比對一下 比如說r裡面的那個menu about 然後兩個比對之後的話 如果它是about 那就toast出來 那這邊我是用toast 所以就最後做出來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就類似像這樣 所以我點擊它 它會跳出toast 當然你這邊也可以改啦 我們之前也講過 你可以把它改成圖嘛 toast之後也只跳一個圖出來啦 或者finish的話再按menu鍵 然後有個結束 ok 那所以那個模擬器裡面為什麼我這邊要多一個hvga的skin 主要是這邊有個鍵盤 你才有辦法點這個menu 不然如果沒有這個menu鍵的話 那你可能要在實際上你的手機裡面去run 手機裡面應該有menu鍵啦 除非是iPhone iPhone就沒有menu鍵 ok 那你就可以把它直接執行起來看一下 ok 大概會有這些 那這個部分的程式嘛 也在雲端上面都有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試一下 那待會也許可以再練習一下所謂的生命週期 ok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